今天看我穿那麼簡單 影片應該就知道我要開箱什麼鞋子了吧 沒錯 說到慢跑鞋 你們會先看中底科技的材質運用 還是先看這雙鞋的外型好不好看帥不帥 大部分應該還是會看中底科技的一個運用啦 畢竟都說是慢跑鞋了 好不好跑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要來分享一雙好跑到不行 外型又帥到戀愛 可以說是一雙文武雙拳的慢跑鞋 他不是別人 他也不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品牌 他應該數五還數六吧 他就是來自德國的運動品牌 不是美國也不是台灣也不是馬來西亞也不是新加坡 更不是中國 他就是來自德國的品牌 他就是 他就是 好好太多了太多了 就是 他就是 哈哈哈哈 Puma Direct Nitro 說到Puma呢 你們可能還會停留在十幾年前的Puma 就是非常普通的品牌 但是這幾年Puma真的是完全跳脫過去的風格 開始邁向專屬於自己的一個風格 也不再是之前被看扁的一個運動品牌 這雙Divet Nitro就完全打破我對Puma 中底材質普通的印象 Divet Nitro它搭載了Nitro的氮氣中底科技 強調突破輕量與高緩衝同時並存的境界 Divet本身有脫離偏離的意思 帶點潘映精神不走尋常路 這也意味著Divet Nitro跟以往Puma 跑鞋有很大的區分 中底內牽一片複合碳纖維材質的 InnerPlex動力推進片 這個動力推進片是含有一定比例碳纖維材質 而非純碳纖維板 增加彎曲剛性 說到這邊你們可能會好奇說 Puma為什麼不用真正的碳纖維板 而是用這種複合式的碳板 據Puma的官方表示說 一雙真正的碳板跑鞋 它的激勵需求會比較高 InnerPlex這個動力推進片 它的設定比較親民 那也比較符合每個人 另外InnerPlex在Divet Nitro 還有另外一個用處 就是維持後底盤的平衡 NatureFone調性有著明顯 潰縮和回彈的表現 InnerPlex牽在兩塊NatureFone之間 可以達到穩定的中底效用 NatureFone是以低密度打造 同時兼具輕量與高緩衝機能特性 愧說變形量是上腳後的第一直覺 總之這雙鞋是很均勻的高階跑鞋 整體的個性不會太過於強烈 相信能讓更多跑者 輕易上手的一雙好鞋 對了 這雙鞋的定位 官方表示是長距離跑者 所以如果平常有在長跑 或是有在比賽的朋友 這雙鞋真的可以考慮看看 好 再來說說我對於這雙鞋 可以實際上路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先給你們看看兩張圖好了 第一張就是這張 這張就是我平時會在家裡附近跑的一個路線 總共是大概三公里多 那這次跑我是利用亞瑟式的Nova Blast下去跑 那跑了18分鐘半 那再來 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我前幾天用這雙鞋跑的一個成績 一樣的路線 一樣的天氣 一樣的時間點 都是下午跑的 那這雙鞋直接幫我推進到快了一分鐘 那時候跑完我真的是嚇到 我真的覺得說 哇 這雙鞋也太神了吧 真的是讓我驚豔到 它的中底一整個就是非常的舒服 Nike Phone的腳桿 如果跟市面上的中底科技相較的話 真的不遜色 如果說它跟哪雙的腳桿比較相似 我覺得應該是Nike的Room X 整體的回饋真的非常的明顯 而且也比我之前買的亞瑟式Nova Blast來的好穿 再來我非常喜歡這雙鞋的旋頭 這個鞋前的旋頭 非常適合腳板比較寬的亞洲人 過去我試過很多Nike的鞋款 或是New Balance的鞋款 他們的旋頭都是偏窄 比較符合歐美人的腳型 所以穿起來就會有點不舒服 而這雙寬旋頭再加上整體的鞋身包覆 真的一穿上去你就能感受到 這雙鞋的舒適度是將近滿分 鞋肉根這邊也有兩塊穩定腳踝的海綿設計 讓你在跑步的過程中 後腳可以穩穩的被包覆住被鎖定住 這點對跑者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雙跑鞋能把你的腳穩穩的包覆住 讓你在跑的過程中不會過於晃動 這樣跑起來也比較輕鬆比較舒服 不用去擔心腳晃動而去造成一些影響 前腳這邊也做了上翹的設計 讓你在蹬出去的那一步 有明顯的推力幫助你前進 可以讓你在跑步時更加輕鬆一些 Nitrofollow的搭載配上 Innerplay這個碳板真的搭配得很好 也因為多了Innerplay這個碳板的嵌入 讓這雙鞋更加穩定 不會因為後底的設計而造成 每一步落下來的時候不穩 反正我覺得在跑步的過程中 能讓我感受到每一步都是穩渣穩打的 可以讓你安心地跨出每一步 最後外型也是我想分享的 Devator Nitro 真的是我看過Puma 近幾年跑鞋中是最帥的 整體的造型非常的流線 真的打趴一堆市面上一些高階的跑鞋 光從這雙鞋的外表看 就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存在 Puma在慢跑鞋這一塊殺出一條血路 總之Devator Nitro就是一雙非常好跑 又非常好看的一雙慢跑鞋 也幫助Puma在慢跑鞋這一塊殺出一條血路 也期待Puma能夠再創造出什麼花樣讓刺人驚慕 今天也沒得到這邊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集中的個人IG 我是F&Y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運動是天然的塑壓藥物 當你有壓力困難的時候 運動一下 你的分腦就會解開了 每次跑這個上鞋齁 就是訓練一日一的時候 真的很累很想放棄 加油